2018年有许多剧集大火,其中最火热的都数去年暑期播出的引起攻略,当时这部电视剧频频登上微博热门话题,几位主角也因此而走红,之后所获得的资源也更加优良。 临近春节,许多品牌都推出了新产品,并拍摄宣传片以及高品牌知名度。 近日,一国际知名品牌发布了由演习攻略四位主演参与拍摄的宣传片。 该国际品牌是法国知名的化妆品牌,一直被称为贵妇品牌,价格昂贵,品质高端。 以前的产品代言人都具有相当高的热度,可以说是公众心中任何的大牌明星,比如范冰冰、杨阳。 不过,范冰冰因为身线桃却风波,所以,这次该品牌取消了她的代言资格,而是感用去年最热门的《演习攻略》中的演员,秦兰,吴景岩,徐卡和王欢义。 吴景岩,秦兰该宣传片已经公布,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 除了秦兰,其他三位都是刚刚走红,能拥有这次机会实属不易。 他们四人在宣传片中的造型,让许多网友直言很高级,秦兰高贵典雅,吴景岩,活泼可人,徐卡帅气,王欢义魅力十足,要整个宣传片与网面传达出的感觉大不相同。 王欢义徐卡还有些网友表示,没想到这四位的现代装扮如此亮意,纷纷夸奖他们道,不再在古装剧中扮相破继古典美,现代装扮的他们也很有时尚感。 可见,该品牌此次跟画代言人比较成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